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开启了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行 在拜登访日期间 他的些许言行都引发国际舆论哗然 特别是他针对台湾问题的表态 更是引发强烈关注 5月23号拜登在与日本首相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发起行动 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 他还称强烈反对所谓中国试图改变东海和南海的现状 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美方多次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 但实际却说一套做一套 没有严格落实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近期更是变本加厉歪曲历史 混淆视听频频打出台湾牌 拜登的此次表态 无疑是对一个中国政策最严重的挑衅 对此我国外交部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强烈谴责 并提出了严正抗议 不仅如此 5月25号东部战区发布消息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岛周边海空与组织多军兵种 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习 对于最新的这次演习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失忆陆军大校明确表示 这是对近期美台勾连活动的严正警告 是半个多月内 东部战区第二次主动发布解放军 在台岛周边演练的消息 演练目的首次明确为 对近期美台勾连活动的严正警告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还表示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 频频给台独势力壮胆打气 这是虚伪的徒劳的 只会把局势引向危险境地 自身也将面临严重后果 战区部队有决心有能力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5月25号有媒体就东部战区上述通报向国防部提问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应询回应称 搞台独是死路一条 支持台独也是一条不归路 美方多次明确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但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变本加厉地打台湾牌 企图以台制华 势必把局势引向危险境地 他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岛周边海域 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循和实战化演练 就是针对美台勾连 根据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需要的采取的必要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整个代弹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挫败 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